可以接受蔡英文总统那四个坚持 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 没听错面对蔡总统四个必须谈话 身为蒋家后代的蒋万安却跟着走 也因此脸书被灌爆 甚至有大陆网友特地翻墙来抗议 不但要他改回姓张 还被点名是台独同路人 眼看话题延烧 蒋万安紧急灭火 不再提支持四个必须 我无法接受蔡英文总统 说台湾从未接受九二共识这样的说法 无论谁当总统 我想这四个坚持 台湾民众都会支持 避免被认为附和小英总统 蒋万安不再提特地对象 只说支持九二共识 所以他整个是冲出去 冲出去没有完全的收回来 因为网路的逻辑非常简单 他就认为说蒋万安你不承认九二共识 那不承认九共识是哪一个 蓝跟绿哪个板块在论述的 就绿的嘛 所以现在在大陆的这一块 但是认为他是个台独 在台湾这边网友却认为 他根本是跟民进党靠拢 所以蒋万万这次完全 九二共识这个论述完全是受伤 他没有任何加分的机会 戳穿国王的新衣 蒋万安支持的立基 其实是中华民国 但红绿各自解读 也让这位新生代的政治明星 成了侮辱政治丛林的小白兔 无端成为剑把 接人家慧王志文 SNG小组台北财宝报道 中华民国